农历七月初一鬼门开 吉隆老大公庙延续百年传统 选好时辰为好兄弟开开门 迎娶老大公出来让我们供奉一个月 迎接好兄弟来到阳间好好放假一整个月 老大公庙这项庆占中原的传统 已经传承163年 但在西部沿海 民间还有这个罕见习俗 起脚灯 农历七月一到家家户户在门口挂上灯火 起脚灯在民间向中 是替好兄弟指引道路的重要器具 传承至今都会去已经大多改为铝框制作 云林北杠等沿海乡镇 仍然使用斗笠做灯罩 绑上黑芝麻杆 象征为好兄弟折风避雨 但让他们进不了家门 农历七月在宜兰河畔一定要放水灯 三米高的水灯手点燃之后 载着火光飘向远方 象征的是向好兄弟发出邀请函 今天所有的水灯头都是邀请函 邀请我们这个好朋友亲戚 来这里养建 新竹城隍庙选在七月初一 自时开虎门七月八夜来做见证 借有一事告诉大家好兄弟们开始放假 记着综合报道